Renderforce.com 碰瓷没眼好?白衣男路中央假摔又装没事? 这是碰瓷假摔吗?台中沙路一名白衣男子,本来走在路边,突然走歪了,走道路中央,自己侧躺下来,前方的车辆速度缓慢,远远就停了下来,距离好几公尺远,男子发现不对劲,自己赶快又爬起来,拍拍手上的灰尘,装作没事走了。 这画面看来,大家都觉得他很有事,觉得很像是制造假车或未遂。 轿车开在市区,注意前方穿白色外套男子,突然从路边走到路中央,腿一弯蹲下躺下,侧躺在路中央,他假摔路到随即发现不太对, 怎么没有车子过来,立刻又爬起来,拍拍手掌上的灰尘,还举起手来跟旁边的机车骑士示意,没事没事,但是这诡异的行径,谁看了都觉得你很有事。 民众,碰子啊,蛮夸张的,可能是不是,有可能要做假车祸的动作吧? 每个开车的都会怕,要是不小心撞到他呢,对不对? 是发在台中沙路中山路,28日中午,将近一点的时候,拍下过程的车辆,从沙路市区往台湾大岛方向行驶,速度缓慢,拍下白衣男,自躺路中央的过程,车辆距离他还有好几公尺,远远就停了下来,毫无碰撞意外可能。 他尴尬的自己爬起来,拍拍屁股,装没事走了,影片噗上网之后,引发热烈回响。 有人说碰瓷出现了,狠瞎也想骗钱窝,野人戏称,这综艺衰还没练好了。 杀戮副所长陈俊佑,看到那男子疑似有制造假车祸之嫌疑,他如果有使出诈欺去采,就会构成诈欺罪。 白衣男子疼很像假衰,不过没有酿成意外,也没人受害,他迅速站起来离开,警方未接到报案,如果真是假衰制造假车祸。 想要求赔偿金则涉及诈欺,提醒民众,若真车祸情况,要报警处理,是真衰还是假衰立刻分辨出来。